离开Buket定义后,我们继续马来西亚Root Trip的行程,开车到下一站,怡保 开了几个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怡保的Airbnb住宿 我们会在这里住一晚,所以选择了这间简单小小的房间 但五张俱全,该有的东西都有的,特别的是厕所的地砖,有种古老的风格 怡保是个很多美食的地方,在网上搜索了必吃美食后 我们去了这间出名的德际餐厅吃晚餐,来这里据说必吃的是华丹河和月光河粉 碗丹河和月光河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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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好吃 它口条特别火啊? 对,对 对 对 叶瓜和火 对 吃饱了后,我们去附近的土产店逛逛走走 吃饱了,白咖啡 晚上的街道特别热闹 这点都芽菜鸡 不止有土产店,还有出名的芽菜鸡饭 吃饱后,我们去夜市走一走,消化一下肚子的食物 你要爬呗 吃饱了 早安 今天是我们的road trade的第三天 现在是早上10点 我们睡迟了 所以现在要去吃早餐 希望早餐那里还有东西吃啊 因为我们是去吃点心 所以希望那里还有东西吃 Let's go 下一天我们check out了后 就前往下个吃的地方 就是点心 我们来到了这一间 叫新锦益点心茶楼 听说这间点心茶楼已经开了超过30年 虽然店铺稍微有点老旧了 可是他依然深受医保人的喜爱 极欢迎 吃饱后,我们来到了医保火车站 是一座兰火车站 是一座典型摩托式 以维多利亚建筑风格混合的建筑物 也因为它的建筑风格 而被称为 医保太极灵 这里是火车站 火车站 医保漂亮的火车站 你会想象 你会想象 下一站 我们来到了新元龙茶餐室 这里来品尝当地必喝的 医保出名的百咖啡 我们点了一杯热白咖啡 冷白咖啡 面包蛋 炒果条和鲜奶炖蛋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见